我們介紹的是利用供音式做音式分解 ok 那我們先把幾個字先把它弄清楚 首先第一個什麼叫供音式 什麼是供音式 供音式指的是就像以前所學的供音數有沒有 還記得什麼是供音數嗎 比如說6是不是等於2乘以3 1乘以6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8是不是等於1乘以8 2乘以4 那我們說兩個都有的數字就稱為什麼 供音數嗎 ok 好那所以供音式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大家都有的 比如說我們好像舉個例子 ma 加 mb 減掉 mc 好比如像這個地方 這總共有幾項 總共有三項對不對 那請問你這三個都有誰 都有 m 對不對 好所以把 m 提出來 然後剩下的數字呢 剩下東西放進去這裡面 所以變成多少 a 加 b 然後這裡寫減號 所以這裡寫減 c 好像這樣的動作 就稱為利用供音式做音式分解 這樣子 ok 好那當然這個是最基本的題目 好我們講講再講其他題目 比如說題目寫是 x 減 1 乘上 x 加 2 再加上 x 減 1 乘上 2 x 減 3 好那請問你像這個該怎麼做 好我們看一下喔 兩個都有誰 這樣子算是一組喔 你記住喔 只要乘在一起這樣就算一組 乘在一起這樣就算是一組 好那我們看兩個都有誰 是不是都有 x 減 1 所以我把 x 減 1 提出來 ok 好剩下的放在後面 所以剩下誰 剩下 x 加 2 這裡寫加號就跟著寫加 然後後面照寫就是 2 x 減 3 好然後最後整理 像這邊變成是 x 減 1 乘上 這個呢把它合併 同類像合併 這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變成 3 x 然後 2 減 3 呢 這就是負 1 ok 好像這個動作 就稱為所謂的供音式分解 那這邊呢你要小心一點 就是如果 y 這邊 y 這邊 假設好把它塗掉好了 我這邊不是加 而是減 那該怎麼辦 好 減的話呢你就要小心了 這邊就要改掉 什麼意思 就是 因為這個減號 是對整個 2 x 減 3 做減號的 所以你這邊就要變號 就是把負的變 就是負的乘以 2 x 變成負 2 x 這個沒有問題 大家都會寫對 可是這邊很多同學都寫成 減 3 這是錯的 因為這個負號也跟它有關係 所以兩個要合併在一起 就是乘兩變的意思 所以應該是負的乘以負三變加 3 所以答案呢就會跟著改變 OK 好 那以我們這期來講的話呢 我們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就按照原來去做就可以了 好的 接下來這邊要小心一點 好 那我們就跟著改好了 跟著改好了 好 你可以解掉 2 x 變成負 x 那 2 加 3 就變成 5 OK 好 這個你看一下